政府上个星期提成修宪案 建议将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 但是在野党拒绝支持 要求加入自动登记选民和18岁被选举权两大要素 那随着政府答应相关的条件 朝野终于达成了共识 清体部明天将提成新版修宪案 而首相敦马哈迪有信心 这次将能够顺利的修宪 今天下议院会议开始前 首相敦马先向反对党领袖 汇报最新的修宪内容 踏入早上十点 我会会议一开始 青年集体育部长赛沙迪 马上援引议会常规62桥文 向议长拿督穆罕默阿里夫 要求撤回把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的修宪案 因为听你这边撤回了修宪案 那接着在议会厅外 朝野重量级领袖包括首相敦马哈迪 还有反对党领袖拿督死的伊斯曼沙比里 就罕见地召开了联合记者会 透露双方达成了共识 也就是说新的修宪案将会获得反对党 全力支持 同时决定 顿马透露新版的修建案明天将会在下议院提成医毒 而除了降低投票年龄修建案 首相署副部长汉宁发今天也毫无预警的撤回了国家安全理事会修正案 但他并没有解释撤回的原因 巴特空间国会小组报导